禮拜四那一天我會再來看 如果沒有清掉 我就會請環島區隊 來做強制清除 住家門口堆了滿滿紙巷和雜物 快把大門淹沒 住戶不滿大聲抗議 只是這座垃圾山 不只凌亂衣物 還有解體的電風扇 木製橱櫃 連瓦斯爐都有 區長一番勸說 阿伯才願意清除 出洞對高機 產掉門口的回收物 這裡是台南仁德區 也是台南本土登革熱的重鎮 累積21例當中 有20例都有仁德區活動史 會特別鎖定這戶的垃圾山 因為查出底下有陽性解決 最近是因為是登革熱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找到陽性的解決 所以才能夠強制來執行 其實阿伯並不是經濟狀況不好 減回收就是為了活動筋骨 反而越囤積越多 造成並沒文字深 如今台南登革熱疫情拉緊報 還可能有擴散風險 因為除了仁德區在善化也出現一例 善化今天同時早上我們也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血液篩檢 目前篩檢的20多位都是陰性 高度懷疑是從外地或是從其他的人傳過來的 21日台能新增4例本土登革熱病例 其中一名善化區的77歲男子 鑑定和仁德區病毒是同一型 只是他沒有仁德區活動史感染源 從何而來還要進一步調查 TVBS新聞公主艙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